我們今次來講道歐定理 什麼叫道歐定理呢? 首先來講直角三角形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叫做歐股定理 直角邊這個叫做A,這個叫做B 對面這個斜邊我們會叫做C 其實另一方面來看 其實我們這個斜邊可以做一個高 這裡就是直角 這個的話,不如我們叫它做H 其實我們會發覺這個 我們叫做直角三角形 我們說它會有 大的三角形和兩個小的三角形 其實都是相似的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說相似 我們看到這裡有兩隻直角 我們可以用兩種方法去計算面積 不如我們試試計算面積 現在我們計算了一個大的三角形的面積 如果以A為底的話 當然它會叫做A 整個高就是B 如果我們用C做底的話 H就是高 所以C,H,2 如果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發覺 我們不如先不要用2 就是說A,B 就會等於C,H 當然 在一個稍租之前 我們一定要知道 歐股定理 所以我們會有A的平方 就加B的平方 等於C的平方 我們看到這裡 A,B,C之間是有關係的 而這裡是乘的 這裡是加起來的 即是說 袋下去之後 其實我們是有權把它拆開 變成兩項 如果你看不穿的話 不要緊 我們繼續做下去 首先我們要錯個平方 左右平方 左右平方 左右平方的話 這個會叫做A的平方 B的平方 等於C的平方 H的平方 當然 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 C的平方 我們就代表 A平方加B平方 所以會變成 A平方 B平方 就等於 A平方加B平方 乘回H平方 代表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A平方加B平方 然後就丟到左邊 這樣會變成 A平B平 over A平加B平 等於H平 再來的話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 恆等式的 我們說如果是 A加B over AB的話 查完我們可以拆項 變成 A份之一 加B份之一 臨上你不是通份母 通份母 樓下就是AB 樓上是1 所以會變成 B加A 即是說 有兩個東西 如果樓上加上 樓下成 原來我們可以 把它拆項 變成 兩個東西的倒數和 倒數 然後加在一起 好 我們看回這裡 看回這裡 樓下加樓上成 不要緊 我們就調整 左右同時 1over 左邊就變成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樓下就變成 A的平方 乘B的平方 右邊就變成 1over H的平方 接著 我們這個就拆開 拆開的話 我們會得出 1over A的平方 加1over B的平方 就會等於 1over H的平方 當然 你可以把它寫成 1over A整個平方 加1over B整個平方 等於 1over H整個平方 你會記得 這裡都是 兩個東西的平方 就等於一個平方 其實 跟我們勾過定理 是很像的 勾過定理 A的平方 會很像 但是 我們這次就不同了 這個變成 AB和H的倒數 H就是這個高 樓上這條 就叫做 勾過定理 樓下這條 就叫做 倒數的勾過定理 我通常叫做 倒勾定理 這個簡單的證明 到此為止 拜拜